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店的汽车有几辆 家外面跑的一共有七辆 都是一些破甲 马上要淘汰了 这车的司机是谁 温大林 他人呢 我们先跟他谈一谈 大林 跟我来一下 怎么了 大林 我问你 床上那事 你跟别人漏没漏 哪能啊 你怎么了 今天早上 刑警队来查你的车了 坏了 这毛病出哪儿了 他们怎么会找上门来的 大林 你真的没跟别人说过 连你妈都没说 我没跟我妈说过啊 不过 那天我 那 你快说呀 那天怎么了 那天我没和你说 我给死的那天寄钱了 你脑子低着水了你 你让我怎么说你呢 你这脑袋是猪脑袋呀 我怎么知道因为这个他们会找上门来 再说了 我又没有真评真信 你以为警察都是白吃饭的 他们闻着味就能找上来 你不知道 我怎么能认识你这么个傻瓜 我真服了你了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以为我愿意把自己的钱全给别人啊 我这都这样 我也不能这么傻呀 汇款的时候我永远都是假名啊 这下完蛋了吧 你真他妈的多余 谁让你宠好人就是主啊 这回傻了吧 诚哥 对不住你 不过你放心 这是我担着 我弄漏的 我不 我的车出事的时候 就咱俩 你可以把事全推到我身上来 该上你的班上你的班 如果有人要问你 你说是我撞的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算了 大林 谁的事谁担着 大不了进监狱 我豁出去了 诚哥 我拿定主意了 我跑 我一跑 事情就都解决了 警察要问你什么 你说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常理也把我开除 我也没什么可顾忌 诚哥 咱俩是生死病人 让我一个人扛 总比两个人都顿强吧 如果一个人进去了 外边还有个照应着 如果两个人都进去了 他外边连个走路子的都没有 我 咱们两个都不能断 这样 我给你拿钱 你到外面多一阵子 剩下的事我来摆平 现在的社会不就要钱吗 大不了我把房子买了 死人那家现在在气头上 时间长了也就认了 只要他们不起诉 这事就过去了 他们差的是钱 我就给他们塞点钱 一切就都解决了 那我现在回家收拾衣服 来 你不要走 现在就走 警察已经盯上你了 你这回回家 不等于自投罗网了 我一会儿给你拿钱 你马上离开这儿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 但你也跟我联系就行了 落脚的地方 连你妈都不能告诉我 那面粉那钱 加进去了没有 加进去了 谁啊 文大林在家吗 等一下啊 你们是 我们是星影队的 那快请进吧 请坐 周同志啊 你们来找我们大林 是不是他又惹什么事了 也没多大事 你别害怕 还没多大事呢 你们行警都找上门了 哎呀 你们哪 就别给我绕圈子了 我们是正派人家 要是这孩子 真犯了法什么的 该治罪治罪 你们就跟我说吧 我是他妈 喝水的水 他要是真惹了什么事啊 我帮你们 给送到公安局去 你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你儿子开车把人撞了 然后跑了 今天呢 我们来跟他核实一下情况 那那人 残了 死了 说真的 你别着急啊 听人家把话说完了 你说这大林 他怎么又给我惹事 你说我跟他上辈子准事冤家 你也别难过 文大林的事啊 说严重就严重 说不严重也没什么 毕竟只是一起交通事故嘛 可是我们刚才去厂里 他可能听到风声 跑了 这很不明智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跑了和尚 跑不了庙 躲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除非啊 他因为这点事啊 永远不再回家了 对对对 就这大林 他怎么这么损呢 我就觉着 他这两天信心不定的 总有事 你说 这孩子怎么这样 怎么养了这么一样子 所以要明智 要劝他投案自首 争取款纳处理 你也是明白的 这事躲也躲不过去 躲也不是事啊 是是是 同志 你们请坐 同志啊 我想问你们个事 就大林这事 到底能判多少年啊 你们告诉我 我好心里有个数啊 那就不好说了 兴许态度好 赔偿的让人家满意 要是有 同案自首的情节 检查机关定罪 免诉了也说不准 说真的 这就跟咱居家过日子 是一个道理 孩子小的时候淘气 不听话 只要态度好 你说他两句 也就那么低了 可他要是跟你顶嘴 东躲西藏的跟你玩心眼 你能饶了他吗 警察同志是怎么回事吧 你们不用说了 我听明白了 只要大林一露面 我就把道理跟他讲清楚 然后啊 就送到你们那儿去 他就是犯了法 你还是我儿子 就是蹲了监狱 我还得管他不是 反正啊 争取你们的宽大处理 出来再好好做人 我想得开 你们这些的孩子 有一个算一个 这么些年了 没有一个上我省过心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谁心里真正心疼过妈呀 你们心里啊 只有你们自己 高兴了就热 不高兴了就闹 妈心里怎么想的 你们谁考虑过 妈 家里别的忙我帮不上 小林将来上大学 我工了 还有我哥那事 我也不能不管 他不是东西 那是他的事 我就是看着您的面子 也得把这事给平了 我跟刘文超已经说好了 赔被害人家属的钱 我们借给他 我哥将来要是有出息 能赚钱了 就把这钱还给我们 他要是还那样 不学好天天瞎混 那我们这钱 就算打水漂了 也不用他还 这钱啊 妈给你打一条子 你哥将来 要是没出息还不上 妈替他还 妈这辈子 不就是欠他的吗 妈这辈子还清了 下辈子 就不再还了 妈 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 妈 你说我哥也真是的 他真是个悲剧人 小林啊 妈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你跟妈争口气啊 少让妈操点心 妈 遇着事您就多想开点吧 咱们家 咱们家跟过去比 这不是一年比一年好吗 我刚结婚 也帮不了家里太多的嘛 不过 总不用让你再为我操心了 我们嘴上不说 心里还是很惦记你的 我有什么呀 你说你哥 这会儿在哪儿呢 这穿的吃的什么都没带 图子 前面掉头网回开 怎么了 这么走 等于在这儿口袋一起 前面的岔路网回开啊 小修啊 赶紧走吧 别回头迟到了 迟到了 谁啊 阿姨 是我陈凯 陈凯 阿姨 快进屋 这大清早的 你怎么看呢 妈 我先走了 有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吧 陈凯 来 坐吧 好 小脸 你也赶紧上学去吧 快走吧 别晚了 快走 快走 陈凯 大林有信吗 哦 他给我打过电话 说他在外头挺好的 那你们别担心 等一事儿停了 他就回来了 阿姨 您放心 我陈凯不会看热闹的 什么钱啊 官司啊 托人说情的事儿 都由我来办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头 什么事都不用管 等着大林回来就行了 可是大林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 到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陈凯 你别蒙我 他老是跟你粘在一块儿 肯定不会瞒着你的 我是他妈 我还能害他呀 陈凯 你就跟我说吧 我想见见他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不是骗您 要不这样 您用什么话您告诉我 等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转告他 也不知道他还有钱没有 你说这么多 多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走的时候 在我这儿拿钱了 您放心 苦不着他 您就当他上外地旅游去了 陈凯啊 你跟大林是哥们 在这种时候 你可不能起不好的作用了 那当然 我的意思啊 应该劝他投案自首 该陪人家的陪人家 该蹲大狱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事情啊 已经到了现在这地步 躲也是躲不了的 他还这么年轻 躲到什么时候是个晚呢 我也跟人打听了 公安机的同志 说的的确有道理 阿姨 你可不能听那帮人瞎忽悠啊 他们现在跟你说得挺好 就想把大林给骗回来 等大林一回来啊 他们就翻脸了 到时候就不是他们了 那就让大林在外头躲一辈子啊 阿姨 您不明白 现在这世道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也没有摆不平的案子 咱又不是杀人放火 有什么可怕的呀 这事儿我来摆平 你们家一分钱都不用花 您就看我的 我保证让三方都满意 警察不追究 受害方都到赔偿 你们家还不用花一分钱 这事儿全由我来办 我们一分钱都不用掏 什么事儿都不用管 都你来管你掏钱 还你负责 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就是大林同意这么处理 我也不能同意 你陈凯欠他的 我和大林不是哥们儿吧 我经济上比他宽裕 我先把钱给他垫上 等他有了钱 再还给我 不也一样吗 再说眼下最重要的 是想办法把这事儿给平了 好 陈凯啊 大林出事儿那天 你在哪儿啊 我在家跟朋友打麻将呢 要不然我也去了 平时都是你们俩一块儿出车 陈凯啊 你可别骗我 大林真的没跟你在一起啊 没有啊 他真没跟我在一起 你说你们 平时拉黑活 早晚得出事儿 你看 这把挣的钱搭进去了 还不够 拉黑活的事儿怪我 是我帮大林联系的 可我是好意 想让他多挣点钱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 你就骂我一顿 我骂你干什么呀 都是我自个儿的儿子不争气 行了 在我们家摊上事儿的时候 能有你这么一朋友 跑前跑后的 也算是大林没跟你白处一场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先替大林谢谢你了 我跟大林是生死弟兄 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阿姨 您放心 以后每个月我都给您送钱来 您可别舍不得花啊 钱就不用送了 我们家也不比从前了 再说我自个儿还能挣点 赔人家钱的事儿 让我们家大林赔 我们家大林惹的祸 一分钱都不能少 就是卖鞋 我也得给人家赔满意了 人家那是一条命啊 提起这大林 我亲儿都传不过来 你说我都恨死他了 你说这是惹多大的坏啊 他要是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跟他说让他回家一趟 你就告诉他 是我病了 要死了 想见见他 这 你就这么原话跟他说 看他回不回家 阿姨 你冷静点 这话要是传给他 我不得落埋怨啊 反正啊 这逃也不是办法 你要是真跟他是哥们 你就是骗 也得把他给我骗回来 你妈也太厉害了 弄给我一脑门子喊 差点可疏漏了 你以为我妈是一般人啊 他也就是没文化 他要是有文化 可了不了 我呀 连我妈一半都赶不上 就你 你的臭球鞋脑袋 别提了 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来气呢 要不说这人哪 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要是好人 不当好人 你要是坏人 不当坏人 你要是不好不坏的 老天爷都不照顾你 就跟你上眼药 我现在啊 就特怕你妈妈找到我家来 我妈她不认识你们家 那公安局就不认识了 要是上了下 一样会追到这儿的 有道理 哎 你还是躲到箱上去吧 我有一个亲戚 你在城里都不安全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我躲远点 你打算往哪儿躲呀 农村我救我牛家 照我看夜长梦多 你晚上就走 哥 我走了 好 你往那儿你放心 好 走吧 你看 你把我说成什么样的人了 哎 我这人 可是很重感情的啊 怎么了 我结婚了怎么了 哎 改天 我带你去玩去 哎呦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看看 你也不出声 想着一跳 怕打着你的色情电话 喂 喂 我这儿有点小事 我先挂了啊 哎呀我这儿这儿这儿 好呀好 打呀接着打呀 别耽误你的好事 你看你看你看 我就知道你教学来这套 我们老同学 没事儿就瞎咧咧耍嘴皮子 没正经事儿 看你情真意切的 当时怎么不娶她呀 你看你说的 我当时要是娶了她 这不就没你的份了 刘文昌 你这个混蛋 我告诉你 别打了 你误会了误会了 你听我跟你说啊 小小你别生气了 我跟你说实话还不行 那女的呀 以前追了我好几年 我看不上她 后来呢她知道咱俩结婚了 今天就来了这么一电话 那你说 我也不好意思说别的 可不就逗她开开心吧 咱也怎么敢念杀绝呀 你说实话 你放心啊 我跟你结了婚绝没二心 我要是做对不起你的事 天打五雷轰 别生这么大的钱 别碰我你 你消消火 消消火啊 对了 你哥那事啊 我把钱都给准备好了 这两天你看抽空给他送过去 先给他拿两碗 别生气了 把钱拿过去 让他给咱打个条 打条 刘文昌你也太恶心了吧 我哥再没签也不差你的两万块钱 我给你打条 我给你打条行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这是做生意做习惯 真的小小 你说这钱 你哥就是不还了 我能说什么呀 我真能去告诉你 就是不还了 就算是你帮我们家的 要只有这份心 明天就把钱给我跟送去 你要没有 我找别人借去 行行行行行行 咱家这点钱 都在保衍柜里搁着的嘛 密码你也知道 随便拿啊 想拿多少拿多少 行了吧 你少跟我装大方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跟你约法三章 你爱风流你出去风流去 你别让我知道 我说晓晓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咱俩都结婚了 我肯定不能干对不起你的事 幼稚 说一千到一万 你别让我知道 小林 小林 妈 来来来 你来一下 干嘛呀 咱这是什么呀 这我哥给别人打个欠条 给我念一下 欠陈国明解放车旧保险杠 一百八十元 三日内还大林 按你等等 这保险杠是不是就是那个 妈你瞎操什么心呢 真是 别叫我啊 保险杠 我的家 这是什么 好 我 我 可以 我可以 你 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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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师父啊 你这不是文大林她母亲吗 对对对 师父 我想问一下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新化上的呀 换新都能看出来 如果换旧的那就把我说 那上哪儿查去呢 得到汽车修理厂去查 那天倒是有一个朋友 在汽车修理厂 我找他问问去 那好 你去查一下吧 你们家大林有信吗 还没有呢 对了 师父 我上这儿来的事 你别告诉陈凯 我知道 如果大林那儿有事需要帮忙 您尽管说 谢谢啊 师父 请问一下陈国明在吗 老板 请您找 谢谢啊 您是陈国明啊 对对 我是 我是 您是 我是大林她妈 我找你有点事 您是大林她妈 我见过 见过 小徐啊 您先去把外面点活干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 还不是撞人那事啊 人公安局啊找上门来了 但怕您说什么呢 什么撞人的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呢 哎呀 得了吧 他们不是还上你这儿 换保险杠来了吗 大林说呀 让你别再替他们瞒着了 要不然那公安局再找你 那白遭罪的 这事漏了 大林说 这个撞人的事呢 你就装作不知道啊 换保险杠的事 你该怎么说怎么说 大林他们都进去了 是啊 这一大清早的 这陈凯跟大林 就让公安局都给带走了 这大林从里头烧出话来说 怕警察找着你 您在这儿 再替他们白扛着 再遭罪 大林也是为了你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到时候 我什么都不说 对 就说他们晚上来换了个保险杠 这事 我也不忘你掺和了 就是 这警察怎么找到的 是不是有人看见了 对呀 人老乡看见了 真点呗 要是大林开就没事了 那天给大林后悔的 他说陈凯打了一起的麻将 累了 那个人从路边窜出来的 没看见 大林这个人啊 别看他人粗 可是开车的时候 是又认真又仔细 要是换他不就没事了 事都过去了 那说他还有什么用呢 看着大林替我谢谢他 不过这个事您也别担心 大林没什么所谓责任 主要是陈凯 这回他可傻眼了 行 那我就回去了 我就来告诉您事的 谢谢您大妈 不谢 谢谢啊 走了啊 慢走慢走 没关系 大妈慢走啊 没关系 假鬼了 这卢云静还能跑啊 大妈 我们会很认真地对待这个线索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那案子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到时候有情况再找你 哎 大妈 您可真够厉害的了啊 这张手段 都快赶上我们刑警队了 哈哈哈哈 我这当妈的也是被逼的 你说这陈凯 平时给我们大林啊挺哥们的 这到关键时刻怎么能不仗义了呢 哦 他自己把人撞了 让我们大林去顶罪 你说这算什么朋友啊 哎 那小子不是善叉啊 不过你们家大林还真不错 可能是良心发现了 偷偷地给人家死者家属寄款 哦 要不我们也不能找到他 说明他这人本质还真不错 啊 将来结案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情节都考虑到里面 争取重新处理 哎 谢谢 嗯 那就谢谢你们了 哎 大林 哎 你那怎么样 我这进展挺顺利的 你在那好好待着啊 我估计要是快的话 这事一个月完事了 这打电话到乡里来 这跑实际的路呢 太不方便了 你再坚持两天 哎 你钱够不够花 我再给你寄点 别寄了 到这儿 压根都没有花钱的地方 你还是集中精力 办好这件事吧 昨天我到辞职家里去了 我跟他老婆谈了半天 哎 我估计是有门 哎 说穿了 他们就是家里困的 想多了点钱呗 你要是钱不够 就让我妈那儿要去 哎得了得了啊 这事 别再金龙你们家老太太 我自己就办了 大林 有人来了 我先挂了啊 谁 谁 谁啊 自然是公司的 检查一下你们家浆水管 漏水了 漏水了 谁叫漏水管 谁叫漏水管 谁 谁 谁卡油 谁啊 你们是谁 别说了 你自己干的事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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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抓我干什么 你给我走一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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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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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我来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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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陵摆平事 你们就怀疑我 你们的怀疑没道理 陈国明你认识吧 要不把他叫进来和你对上 郑凯 你别扛着了 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小林 妈呢 起来 妈在店里呢 妈 妈 你急什么呀 陈凯 陈凯给逮进去了 他逮进去了 是他活该 他想让你多当替死鬼 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要是大林看见没事了 那天给大林后悔了 他说陈凯打了一小的麻将 累了 那个人从路边窜出来的 没看见 大林没什么主要责任 主要是陈凯 教会他的事 你现在得把文大林交出来 只有你知道他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录音内容你也听清楚了 哥们儿 你们不用在这儿挑不离间 他妈是他妈 她是他 说穿了 就算我知道文大林在哪儿 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何况我还真不知道 陈凯 你别有流氓假仗义 你知道不 没有你 我们照应能找着文大林 为了保住你儿子 你根本就不顾别人的死活 真是个好妈呀 上次在我们家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连个招呼都不打了一下 我妈呀 就急坏了 你也砍不上我 我在你家待着 还有啥意思 其实啊 我一直把你当我妹妹看 那时候你太小了 真的 那你砍安 现在还小吗 一套好吗 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一人忙不过来 好 大林泽 你还没回过话呢 你结果回来什么事 我就是来看着我舅舅 住一段时间 那你不上班了 不上了 过一段时间 我帮妈开个面食店 给她打工 糟了 你们带我玩不是挺好的 不太厉害了 你还没有回答她 你还开大人 不埋董 那什么年可 不服你呀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找我 你去找他 你就找他 不服你来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去找他 你很不服你 我就是没那个脑子 要是有啊 早干了 达令格 你将来开大繁铁 只要一会儿帮忙 我就给你打工去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要是挣了钱 一个月给你开一千块 达令格 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招对弦 想招傻样呢 我也说不好 找个心儿好的 对我妈好就行 反正你们成立印 砍不上我们乡下印 谢谢你 还别带东西了 客气什么 就一些吃的 达令格 你要做了 好 给上车 给上车 来 你是文大林的教教 是 看人呢 我 是 是 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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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6 8 大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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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哥